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你以为啊 意思就是要我做一支给你咯 你这不是废话吗 猪头猪脑的 就你这种态度 想要我做给你 门都没有 小熊 你是最好的 你给我做我叫小卡给你点上过两千 那是听了还差不多呢 心里会比较舒服 今天我就教你们几种方法 点个小星星一起来做吧 第一块 需要一个口罩 一个棉签 用剪刀 把里面的铁丝点出来 就是这一根啦 把外面制成白色的去掉 接着把它圈在棉签上 转转转 再沾一点水 现在就可以画画了 哇 轻轻松松就完成了呢 第二款 我们平时用的笔 是不是都有这一个小堂皇 直接把它穿进去棉签里面 同样也是沾点水 又可以画啦 小熊 咚咚咚咚咚咚咚 第三款 拿出你们家挤兜兜的神器 把它套在这个头头上面 造型很有趣 像一个夹者一样 织一织来画一条鱼吧 哎呀呀呀呀 我们的鱼是很活泼的啦 哎哎 第四款 拿出一根吸管 把这个头剪掉 用一点黏土给它捏个头头 就像这样子 有点像火柴一样 家里有配色的小可爱 装一些进去就会很好看 再剪短一丢丢 再弄点黏土就变成双头触瓶笔 还能当成解压神器 如果是透明的奶茶西瓜 就会很好看 哎哎哎 这么多款都特别的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哇 太幸福了 我再也不用花几千块钱去买一只啦 小熊 我有事要求求你 好啦 你是知道我今天比较闲了吗 对呀 你这个大忙人 你看 我的本质都特别的嘛 我想要标签贴纸啊 哦 这个简单 我还以为是啥呢 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 跟贴纸持上了一种 不可描述的关系呢 哦 那这么说你跟贴纸才是真爱呀 哦 那又怎么样 起码不是 起码不是 起码不是蟑螂要麻也要老鼠要麻 哇 我都说才干嘛 先用笔画一些轮廓 大概每一张的大小就这样子 有没有小块跟我一样 不管是画东西还是写字 到最后它就是歪的了 但是没事 不会影响我们的操作 贴一层透明胶上去 就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课程计划表 再拿出五颜六式的纸纸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看刚好就行 刚刚画的格子上 再贴上双面胶 简单两步马上就完成了 再把一个个贴上去 完成了 写上你要做的标签 什么数学啊 英语啊 语文啊 需要的时候 轻轻撕下来 这个上面呢 已经有粘性了 直接贴上去 就可以了 这样呢 以后就不用费时间 拼命去找了 翻开来就看见了 赶紧点个赞 收藏起来 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到的 好熊不要扔 你干啥哟 我扔个垃圾 你也要管 哎呀那不是垃圾 是保障 你脑子没发烧吧 就一个普普通的糖壳蛋 跟我说是保障 哎呀没见是真可怕 它可以做成这种泡泡贴纸 就令超火的 你不知道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 叫你多读点书你就不要 那你之后就越说越离谱了 我怎么不会啊 我只是假装的 那你做就给我看啊 死鸭子这一 做就做嘛 点个小金星 咱们一起来做 神器 背面呢可以贴一些双面胶 然后想贴哪里 就贴哪里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很小青星 压力大的时候还可以捏一捏 是还挺好看的 就是泥画的比别人丑 还有这个字量 你看被我轻轻一戳 它就凹下去了 不行不行 真的后悔受养它了 小孩们你们说会丑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毕竟是不用钱的东西 要求也不能太高嘛 湿巾盖用完可以做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解密它的 隐藏用法 看看还有哪几款是你不知道的呢 哪怕大家点个小星星 毕竟的人我不容易呢 第一款 零钱包 把它贴在手机壳上 可以当个零钱包 你看这样盖下去就不会掉啦 别人也不可能发现还能单成装饰 第二款 手机支架 打开来呢还可以单成一个手机支架 这样以后包具就很完美啦 第三款 文具收纳盒 平时我们买的本子是不是都空撩撩的 没有东西可以收纳 这样子偷偷装一颗糖 老师也不可能会发现 当然什么小贴子用的也可以装进去 第四款 零食封口 每次我们吃薯片啥的 是不是吃不完都很浪费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单成一个封口啦 用刀片在这里搓一个口 这样吃起来是不是就很方便 吃不完直接盖下去它也不会坏掉 第五款 首饰盒 把两个贴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收纳盒啦 可以装首饰项链啥的 要拿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 第六款 包包装饰 像这种透明的包包 是不是很单调很不好看 就变成一个装饰物 你看颜值一下子又上来了呢 重点是你装点钱在里面 小偷也不可能会发现的 第七款 破衣服不动 如果你家里有衣服或裤子破了的话 没关系 直接贴上去 直接把洞洞盖住啦 还能当成一个口袋 哇 我真的是万物贴个湿巾盖啊 怎么样 学会了吗 区区一个湿巾盖 就能变废为宝 赶紧收藏起来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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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